完全看不出來是同一隻貓咪啊 不曉得大家平時會不會在網路上 看一些可愛的貓咪影片 好療癒啊 但各位有沒有發現一件可怕的事情 每一次看完網路上萌萌的貓咪 再回頭看一下自家的貓咪 大家真的不覺得有一點奇怪嗎 為什麼可愛的貓咪在網路上到處都是 去永遠不會在自己家裡出現呢 為了解開這個疑問 我嘗試拍攝網美貓咪照 但拍完感覺跟網路上的萌貓還是有點落差 肯定是拍攝技巧或設備的問題 我上網查詢了一下 一般人眼中的可愛貓咪長什麼樣子 查完才發現網路萌貓有一個共同點 又大又黑的眼睛 好 那我們已經掌握拍攝方向了 至於設備的部分 我們直上到這一台 手機界的單眼 Sansung Galaxy S22 Ultra 有過異的超高畫素 無敵了吧 為了拍出又大又黑的眼睛 我可以等到晚上才進行拍攝 好 都這樣看這邊喔 3 2 1 OKOK 剛剛那個表情可以 眼鏡還差網美一點點 我們再用S Pen小修一下 完成後我們就來看一下比對圖吧 懷景前看不出來是同一隻貓咪啊 這年頭連貓都不能信啊 另外這邊也提供給不想修圖的各位 實地拍攝貓咪大眼的方法 就是抓準貓咪待在近乎全黑的環境 對 像影片看不太到路這種黑 再拿出手邊感光好的相機或手機來做拍攝 現在是用Galaxy S22 Ultra進行示範 成功 這樣就可以獲得自然的萌萌大眼貓咪 貼到社群實測 大眼罩的安證數還真的多了30% 以上兩點是拍攝大眼貓咪的小技巧 分享給各位 祝大家也都能順利拍到大眼的萌罩 照相的部分沒問題了 再來就是錄影 影片對我們家的小肥龍很不友善 因為每次大家的注意力都只在他的肥度上 導致沒有人記得俊龍長什麼樣子 根本當不了所謂的網帥貓咪 還好Galaxy S22 Ultra有個很酷的新功能 可以自動更加畫面中的帥臉 就能輕鬆拍出網帥影片了 張姐 前幾天幫您修圖的美照上傳囉 給您過目一下 前幾天 前幾天 小火 小火 isce 小火 小火 大火 小火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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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